現在將會坐的這條路線是 86 號 黃泥頭村去鼻夫 走廣源村 接著是第一城 接著又去完和沙中 接著就去深水埗那一帶 這條路線本身是 拿完和邪那邊去鼻夫 就是第一批沙田區的屋邨落成時的第一批路線 後來就有很多建築物興建了 很多樓落成了 這條路線越拉越長 這條路線 快要開車了 等我上車了 好了,車道4.9 開出了 說一說,這條路線本身 第一批那邊開了之後 就拉到第一批 接著就... 再有... 小碧原 再落到黃泥頭 結果就加價加了頂次 好像加了兩次加 加了兩次加 原本應該是收緊... 應該是收緊12公里到15公里的架 然後加到15公里以上 15公里到18公里 然後現在變成18公里以上 所以這條路線越來越貴 18.9公里 18.9公里 即是沿和路會有一個分決 也叫做離譜 就叫做離譜買 就是離譜買當年的客人 現在其實我都是上了3個 離譜買當年的客人 即是要加價價 但其實是怎樣彌補,本來港元和黃麗頭都要付 8.9 但近這十多年,九巴不想再做這條線 因為它最多客戶的位置是沙中和沿和那一輛 72號都能夠遮蓋 想付 9.6 吧? 想冤枉別人付 9.6 吧? 只有 8.9 吧? 很貪心,這件事非常貪心 又轉燈了 可以繼續走 時間呢? 快20分鐘 這架車本身是坐舊的 快要10分鐘 還沒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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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